整座城市充滿妖魔鬼怪 就需要有人來抓鬼 今年製作老片新拍 睽違30年 轟動當年的魔鬼克星 帶著超高科技抓鬼設備 回來了 80年代為之瘋狂的恐怖喜劇片 今年暑假 期望能再度擄獲大小一迷的心 另外受到萬眾矚目的 還有這一部 好萊塢影星麥特戴蒙 演了神鬼認證1到3集呼聲超高 應觀眾要求 麥特戴蒙在第5集 就要強勢回歸 原班人馬合體重現 繼星際迷航後 推出星際爭霸戰 今年50周年 很多人都好奇 這次寇克艦長會遇到什麼任務 又會遇到什麼樣的敵人 電影這次還找來歌手雷哈娜現場 炎炎暑假便已紛紛出奇招 不管是舊片翻拍 延續熱潮 還是再拍續集 抓鬼團隊 麥特戴蒙 還有寇克艦長 全部回來了 成功在影壇 引發話題 記者機關紅 羅一錦 台北報導